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乱了名分了 姐夫 你害怕了 我糊涂啊 眼前这个帅小伙叫铁柱妻子刚去世 大慈花早就对铁柱帅气逼人的颜值垂涎三尺 如今半小时不在了他自然要趁势出击 而且言语中对姐姐很是不满 其实他连半个女人都不算 他给不了你的 我愿意补偿 我愿意 我这样对不起你姐呀 铁柱说他姐姐虽然没他漂亮 脾气性格也像个男人婆 但却能赚钱能养家 上了厅堂下的厨房 非挑毛病就是对他的零花钱管的有点严 姐夫 你可真是个老实人 你看你这些年都被他拿捏惯了 你知道吗 你太可怜了 铁柱还是坚持和大慈花划清界限 这样对王妻也有个交代 你还是个黄花闺女 姐夫 我都跟你说了 我就喜欢你这样实心的人 我心甘情愿的 大慈花深爱着铁柱 让他多向套马的汉子那边学习 人家都是兄中弟级 反过来也一样 女人应该有权利喜欢自己所喜欢的人 说完这些大慈花 让铁柱把姐姐给他的定情信物 一块绝世好玉送给他 铁柱说这个可以有 两人正含情默默的互看时 姐姐的闺蜜闯了进来 她本想进水楼台先得月从地下转地上 不曾想半路冒出个小椅子 大慈花自然不会让着他 你心里一定不好受了吧 我就是也要让你尝尝被尝的滋味 你给我闭嘴 你不要脸呢 我为什么要闭嘴 大慈花说别以为平时象征性的叫她一声 就真把自己当姐了 就算亲姐姐再是现在铁柱也是她的 看着铁柱一个劲地维护大慈花 你滚下去 这有事好好商量吗 闺蜜说你俩文凭差距太大 铁柱九年义务教育差点没毕业 你却是绩效的优秀毕业生 这不重要关键 平时我带你像亲妹妹 你怎么好意思和我抢呢 我知道你会妒忌我 这就是命 你争也争不来的 你呀 还是死心塌地的过你的穷日子吧 对不起 我要走了 你往哪走 话不投机半句多 两人越吵越凶 闺蜜放狠话 你不让我拥有爱情 你也别享有 说着抄起桌上的台灯 就丢了过去 不巧电线被证断了 可几人都没在意 闺蜜又从厨房拿来家伙 要披了大慈花 你不能去我电子人了 那你不能看到不过的电子了 我去找的